欢迎来到2013全新升级的康宝来美丽跳家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已经开始洗小疹子了 你不要再刷了啦 可是很痒怎么办 为什么会很痒呢 有的时候在季节变换的时候 你本来没事的肌肤会突然变得很痒 你毛没有回来 会 而且会很干很干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皮肤真的非常的脆弱 然后非常的敏感 就是季节变化也不行 它会有反应 今天我们要有请我们的美丽导师要来教教大家 在换季的时候你的敏感皮肤该怎么办呢 当然今天来到我们家中做客的 还要欢迎我们的闺蜜 我们的唱销作家燕公子 欢迎 同时呢我们要来欢迎的 哇 这个厉害了 这个要好好地介绍一下它完整的title 叫做中国武警文工团的青年歌唱家 欢迎我们的王湘洲 青年歌唱家王湘洲 代表作《相思小周大地趣味们》 嗨 非常开心来到美丽俏家人 大家好 我是王湘洲 你的皮肤会敏感吗 会 真的 尤其是赶到春天或者是秋冬季节 我们下部队的时候会很麻烦 而且你们到各地的气候都不一样 应该更惨 对对 而且下部队的条件更加艰苦 就是去慰慰那些战士们士兵 我们问一下那个蒋云老师 蒋云老师也是常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 其实我的皮肤已经算不会太过敏感了 可是因为妮妮训练她非常有事 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可能从小皮肤没有说经过太多的伤害 或者是没有经过太过分的保养 这样的话皮肤反而会健康 你可能会敏感吗 会 而且我手还会脱皮 我也会 很干就不好意思拿出来 晏公子呢 我其实的问题是在于就是每次换季的时候问题比较大 然后尤其是冬天刚停暖气的那个时候啊 一进家门出家门的时候 我就会就是像真的会害羞 脸如果立刻变了 就马上就像修红了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汉衣老师 到底什么现象算是敏感呢 那其实敏感肌肤主要就是讲的是我们本身人体的肌肤对于外界的环境不适应的时候 它会发生一个就是抗拒 比如说空气 像我们在换季的时候是最明显的 刚才有提到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季节性给肌肤带来的伤害 我们会有敏感的反应表现 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们一定 大家可能电视机前的朋友也会经历到 就是当我们清洁完肌肤之后 肌肤的颜色是统一的 甚至有一些偏白对不对 对 还没有用保养品 对 可是当我们用到第一个步骤用到水的时候 突然马上面部的肌肤会变得不均匀 比如说颧骨的位置会泛红 有没有 那就算是 鼻一两边会泛红有吧 对 那其实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第一反应是 我是不是保养品用错了 所以才会刺激到皮肤泛红有这个敏感 会很担心 那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因为皮肤皮脂线的分泌 还有我们的汗水 然后在经过换季的这个时期的时候 你的肌肤已经潜在可能会过敏的危机了 所以它真的是一种警讯了对不对 是已经在提醒了 好 老师今天有带来一个检测表对不对 好来 各位同学 看看你的肌肤到底算不算敏感 第一条是皮肤液起痘 然后干燥起皮还有红氧 有 有 有 我虽然没有板子我自己做 有 好来第二个 第二条是更换保养品时皮肤液泛红刺痛 这我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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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刺痛感 好 再来 第三条是这个 温差变化 温差变化或紫外线照射时皮肤开始泛红 会 会 对 刚才有提到 所以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真的不只是灰晒黑 然后再来 第四个 第四个是生理期前后皮肤状况容易改变 有 对 这个也有 对 这个你也有 终于有一个蒋英老师有的 这是五角哥敏感吗 没有 其实这一条我们讲的主要是跟心理状态有很大关系 对女性生理期的时候可能大家情绪都会不太问题 对 所以就是平常心情要维持平静 对 要控制自己 只要我老公还是黄国人就不可能 每天心情都起伏得很大 一直在翻脸 好 来 第五个压轴 皮肤很薄能看到微血管 这个我还好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红血丝 面部的红血丝 面部的红血丝 面部会 你会 我都会 可能是之前用那种去痘的东西用太多了 然后皮肤越用越薄 这块就可以看到红血丝 就像刚才讲一个所说到的 其实功能性的产品用多了 对皮肤的伤害非常容易 平常每天用的可能防晒产品 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用得太过了 就是已经超过自己皮肤需要的话呢 它很可能会破坏你皮肤本身自己的免疫力 然后你的皮肤就原本很健康 就变成容易敏感 那我们来算分数吧 样样 你是五分就对了 对啊 我是最高分 对 去掉一个最高 一头被你也是每个都有 对 好像我光如的一样 而且 我就写个五百分上去 而且我还有个问题 老师 就是嘴很干 然后也算吗 算 其实唇部的敏感 特别在春季会比较明显 因为春季我们这个空气中有很多流畜 然后一些细菌滋生的季节都是在春天 燕子是三分 你还好 你跟我差不多我也是三分 湘州 湘州也是三分 对 就说他们两个人 就其实这个是属于你的肌肤在间歇性的敏感 OK 对 遇到季节 遇到生理期 其实这个算是正常的 就是对肌肤 那像这两个五分的就是呢 敏感肌肤 敏感肌肤一定要拉紧抱了 因为这个时候你们的护肤品要格外的注意 我们先来看看 平常我们大家都自己怎么救我们的敏感肌肤 好 那樱桃妹你平常都怎么办 我平时就是拍水的话会拍很多层很多层 但是 但是觉得一层拍完之后吸收很快 超快的 你觉得它不够保湿 对 所以你就第二层第三层这样 对 方法是对的 是对的啊 但是最后会被整瓶拿来倒啊 但是我看你用的那瓶是用什么 对 谁拍用什么的产品 问题是我用那个就是每一层都很痛 然后痛了之后我又拍 好 太棒了 其实这里就讲到一个我们的日化产品和专业针对产品的分别 我们就是市面上现在能买到的很多产品 除非它有一个标识是药妆 或者是纯天然萃取 而且除了这两样还不够 还需要写上针对敏感肌肤 对 这样我们才能放心的使用 那知道它放心之后 第三步我们就要看它的成分了 针对敏感肌肤 那我在这要跟大家特别提到就是羊肝菊 我懂 对 那羊肝菊它其实在 羊肝菊当中 它主要是帮助我们的肌肤能够达到一个舒缓 能够修复 敏感肌肤的保养品选择 首先应注意 产品是否标明为药妆或纯天然成分 其次是否为敏感肌肤专用 而后注意其中有无抗敏成分 如羊肝菊等 注意了以上几点 你的敏感肌肤才能得到正确的顾虑 下一位选手呢我们要来看样样 样样平常是怎么对付你的敏感肌呢 就是敏感肌脸不会泛红吗 像燕子姐说吃火锅的时候会害羞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特别快速的方法 就有一种这种 这是什么 无恙推靠敏感肌肤 洗出了什么怪招 你的脸有这么大张吗 你笑怪我 各位注意看一下样样好不好 我们的秀法如何才能保持黑亮润则呢 其实有一些食物也是可以帮到我们的 首先我们的秀法需要的一个营养物质叫做铁 铁在哪里最多呢 动物的内脏啊 然后还有虾类啊 鸡蛋啊或者是菠菜里面都很多 可是大家在吃动物的内脏的时候要小心吃太多 可能胆固醇过高哦 所以要小心不能吃太多 另外呢 还有一个元素叫做点 点在哪里最多 当然是在海里面啦 所以大家可以多吃海带 也是对我们的头发非常好的 那这个秘密 就要在旅游卫视频道的美丽超佳人节目 告诉你哦 这是什么 绿色成分的这种 菱菱树 你涂这么多 从哪里 你要涂什么 涂脸啊 平时就涂脸 涂完之后就马上变白哦 就真的不会红了 你的脸有这么大张啊 你笑吗 天啊 各位注意看他样样好不好 压口基本就 永远在这个节目上面再给我惊喜 我觉得这个已经完全不需要汉一老师 跟蒋亦老师出马 我就可以告诉你呢 基本上呢 绿色平衡泛红的肌膚是对的 对 可是这样的差是不对的 而且呢 你根本也搞不清楚 这里面成分是什么对不对 对 我告诉你 正确示范 我要示范一下给大家 我这里有一款很厉害的BB霜 其实这个牌子呢 在网路上很红 因为它之前是以黑面膜著称 各位 我一定要请大家看一下 在刚刚老师没有说之前 我就已经选了哦 你看一下它的成分 有没有看到 羊柑橘萃取 哦 其实呢 像这样子这种BB霜啊 我跟你讲 我都是这样就够了 你要把它拍进去你的皮肤 对 你不觉得这样肌膚颜色 就会自然一点吗 很自然啊 很自然啊 你看一下 好 那我给你交换一下 BB说 虽然说它有一个护肤的作用在里面 但它同时其实也算是一个化妆品 对它是 所以当你皮肤很脆弱跟敏感的时候 你最好还是不要化妆 我看那个香桌听得好专心哦 对啊 学习啊 今天大开眼界 你平常有没有什么方法对付你的敏感 呃 我一般都是用比较简单的就是芦荟和蜂蜜 但是芦荟呢不能直接用于皮肤 因为它里面还有大黄素 对 会刺激 对 要把外面的那个就是皮去掉以后 然后先拿水冲洗 你在说就是一片一片现成的芦荟的叶子吗 对 把它切开 只要里面那个透明的瓶 然后拿水冲洗半分钟以后 这已经去掉一点点就是表皮的那个大黄素了 是 然后拿碗装起来以后 放一点自己平时抹的那种精华液 然后稍微稍微浸泡一下 然后这样擦脸 或者是用蜂蜜 但是有的人可能对蜂蜜或者是乳会有点过敏 建议先在脖子跟这个地方擦拭一点试一下 等待两到三分钟 如果没有红或者是起疹子 那你可以用 我讲出门前你们说那么多话 我觉得这个最好 戴口 戴口罩 对啊 你是吃火锅的时候怎么办 你就掀起来 所以我要讲戴口罩 其实如果你的肌肤这个时候 真的是因为季节或者是外界的因素过敏 你戴口罩反而会适得起 你把它闷这样子 因为闷在里面 你真的会出门戴口罩啊 而且我跟你讲超好用 可是我们刚刚讲了半天啊 我觉得我们还漏了一个耶 就是我们大家都一直在讲说脸怎么照顾嘛 可是刚刚的樱桃妹跟我都知道 其实呢 唇还有我们的手 其实都没有办法你知道 像我手上一颗一颗一颗的时候呢 我也是把这个敷上去 可是问你一句我都没办法做事啦 可以用隐形手套 老师今天有秘密武器有神器要介绍我 没错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款 我们的德国小柑橘 德国小柑橘 可以看到包装上它就有一个小柑橘的图片啦 其实看起来就知道它是有羊柑橘成分的 这是这是德国很老的那个牌子 对不对 对 很有名的 对啊 对啊 而且羊柑橘其实我们就是 只要懂羊柑橘的都称它为神花 神花 神花 对啊 能给我们的肌肤 因为带来太多的益处了 包括这款护手霜 那它呢其实就会有三个不同的效果 来应对我们有针对性的解决 那我们什么都要讲专业嘛 对 我手上这一款呢就是经典款 四季使用 任何夫妻使用 这个我有用过 对 我们可以试一下它的质地 这个其实 这个非常好 老实说没有错 其实这一款护手霜呢 它的别名呢 这个德国小柑橘 它的别名就叫做隐形手套 对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涂了这个以后呢 就像是隐形手套一样 因为它其实有一百多年历史啦 所以其实大概呢 基本上如果你是有买护手霜的经验的朋友 应该多少你都可能会有买过 对 我们看到的护手霜 其实多部分都是涂出来之后 要么是乳液 对啊 要么是乳霜 对 但你会发现这一款的质地 它有一点像慕斯 对 像不像 老师 你这样传过去之后 很难就传回来哦 对 没关系我还有 那没事吧 对 所以说它涂的时候 我其实除了说它是隐形手套之外 我觉得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快 可以被我们皮肤吸收的乳霜状的精华 请看一下 因为所谓的乳霜呢 大家知道就是比较水 对 然后呢一般如果是霜状就会比较浓 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它是一个雅光质地的 一个霧霧的 霧霧的 然后呢 它的感觉你涂开的时候会很像那种 有一点像是那种慕斯奶油那种感觉 然后它很快就会化开 然后呢通常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 你涂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涂了不少 是 可是很快就吸收了 对 手不会这样子滑滑的都拿不住东西 对 可是它对手的滋润是效果非常持久的 它可以持久 所以你才会觉得带了一个隐形手套 对 因为感觉所有的保养品都已经在里面被保护了 对 好 姐妹们我擦了两层 那为什么还有别款 对 因为呢 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些人会 经常手心出汗 然后因为季节 所以汗线分泌比较旺盛嘛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这款了 我们夏天用的 这是春夏用的 对对对 比较润 就是轻薄清爽一些 所以如果是春夏会比较清爽 然后呢可能秋冬就可以用经典款 对 经典款 这个是四季都试用的 那其实真正到了秋冬的时候 我手上的这一款是 它是防龟裂的 这个我知道 对 而且其实我们会发现 身上的肌肤在滋润的时候 胳膊 膝盖 还有我们的脚跟 可能都会比较的吐槽 对 所以会比较的对吧 那我们这个挥裂的 就可以专门用在那里 其实我平常用的是这个 因为这一罐对我来说是更 更修护力更强 然后呢甚至啊 刚刚老师有说 我是可以用来涂手肘 这些地方 对不对 手肘 膝盖都可以 像我不是之前跟你们讲说 我手上洗一颗颗 或者是我的腋下洗一颗一颗吗 管它涂上去就是了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过敏 都是因为肝痒 对 然后如果它不肝 就比较不会痒 没错 所以你知道有羊柑橘 所以才大胆地涂 对 因为它只有羊柑橘 然后因为这个德国小柑橘 它主打的就是羊柑橘 就是你各种产品里面 有羊柑橘的话呢 它是最厉害的啊 对 德国羊柑橘 尤其是像有时候 不是很多人会擦什么 纸圆油吗 对 我个人非常懒 我就是一瓶底多瓶 最好就是全部都能搞定 所以我就把它 我只有带这个就好了 它有这个 就是我的那个啊 就跟我那个一样的 我那已经用完了 就实际上是教着说 涂那个脚踝特别的地方 老师 你这个也是 就是小罐中随身罐 对不对 这个可以随身鞋带吗 那我们好不过带一支管 那我们就传过来看一下 而且我觉得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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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像这种天气啊 很多时候你混... 你虽然一洗完澡 就会涂乳液 然后早上起来也会涂乳液 可是你永远都会发现 有些地方 细节的地方都是干的 永远都是干的 所以这些地方就可以... 随时重点保护 我觉得白的这个 就是很润的 然后绿的是经典 盖子啦 它比较适合你 晓妍老师 你一抢一个盖子 也没有办法 只要盖子在我这里 那总会回来吧 敏感肌肤的护理 应注意哪些 非常润 对不对 均衡营养 精彩人生 你现在收看的是 由营养与体重的管理专家 康宝来所独家 冠名播出的 美丽超佳人 谢谢大家热情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有好礼要送给各位哦 请你赶快关注我们的 旅游卫视美丽超佳人的官方微信 而且加我们为微信好友 同时呢 今天在看节目的时候要拍屏 然后把照片呢 传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这样你就很可能有机会 可以得到大礼咯 好 我们每一期呢 得五个幸运的名额 要送给大家的是 素颜品牌提供的 彩妆护肤产品的大礼包 价值千元以上哦 祝你幸运中奖 刚才为什么有人说我的这个 我涂化妆水的时候会刺痛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首先要告诉你的是 我们再从洁面就开始要 是从洗脸开始就要注意了 对 洗脸开始 是 因为知道我们就是除了这个 干羊 羊干菊 然后我们的金掌花 所有的成分如果在萃取之后 我们都会把它放到不同 功效的产品当中去 所以我这里就有一款 我就是针对敏感肌肤的 洁面产品 要选择温和的 没有灶类的 然后去洁肤 洁肤完之后呢 其实你刚才讲到的水了 那我手上的这两瓶呢 它的名字就叫花卉 花卉水 对 因为我们金掌花 这些植物都是有花 是花的这个植物嘛 那我所以说它里面主打式养柑橘 然后有金掌花等等 组合到一起 那这瓶为什么这么大 而且它是喷雾的 不像我们 这个好 对 不像我们之前要用的说 一定要使喷雾 对 喷雾妆 不像我们之前说 要倒在化妆棉上 对 然后去敷 那其实喷雾有两个好处 第一是我们可以直接 均匀地喷洒在面部 第二我们可以省去 化妆棉以及手 给皮肤的擦拭 然后还有像我现在 手上的这一款呢 也是我们的一个护膚乳 那它呢 就会含有银杏萃取物 还有我们这一款眼霜 眼睛也要抗敏感 对 那这款它就有 山楂萃取物 对 我看一下 山楂萃取物 那因为眼部的肌肤 我们比较脆弱嘛 它可能会比 也比较综合 会有这个敏感 会有这个细纹 然后也会有眼圈 黑眼带之类的 换季的时候抗敏感呢 你的产品里面一定要有羊柑橘 对 然后还有金甲花 银杏 银杏 山楂 还有芦荟 芦荟 芦荟 就是如果芦荟放在产品当中 跟其他的产品共同作用呢 它是一个超镇定的 那就变成了芦荟帮我们镇定 羊柑橘帮我们舒缓 然后山楂帮我们促进血液循环 还有金甲花能够帮助我们扶平纹理 其实所有的作用放在一起 它就是一个天然植物成分 加天然植物成分的一个双倍的一个SPA 所以老师可不可以呢 他完整地帮我们示范一套 可以 没问题 到底敏感肌肤 在这个换季的时候要怎么样保养 好 那我们刚才呢 已经叫模特儿去做了一个面部的清洁 那洁面之后呢 我们第一步就要用到水了 就直接用喷的就好了 对 直接喷的就好了 那喷完之后 刚才讲到我们就用一个清淡法 其实喷完之后看到肌肤上已经有了 这个露珠了 我们就轻轻地用清淡法让它吸收 其实这样不会刺激到肌肤 特别是敏感肤质的时候 我们如果用拍的 开始用力地拍 肌肤也会受到很大的刺激 在这个涂完之后 我首先要为它先涂上润唇了 因为在后 先润唇啊 对 后续的保养品过程当中 我们的润唇膏 就能够持续地给唇部做一个护理 发挥我们羊肝菊的功效 能让肌肤也能够 唇部肌肤得到一个 当然是德国小柑橘喔 当然当然啦 德国小柑橘 我们的包装跟刚才的是一样 是 对 所以它们的成分也是专门针对 也是羊柑橘 对 羊柑橘 然后再加了针对唇部的一些成分 然后布与唇部 这个可爱 我觉得这个我非常需要耶 因为我刚才说 虽然我全身皮肤好像没有什么过敏 但我唇部很容易敏感 所以就永远都要涂润唇的东西 就不能随便涂口红的东西 而且润唇膏 因为你是涂在嘴巴上的 谢谢 对 好 那在这里我有问题要问大家了 好 可以大家回答一下 就是肌肤会不会在 出现敏感状况的时候 才去使用舒缓的保养品 不是 不行 防患意味着 没错 没错 好 那为什么领悟老师 来 德国小柑橘 护手霜 那现在呢我们用完水之后 就开始用乳了 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个乳霜 其实跟我们刚才的护手霜 有异曲同工之处了 为什么它也是有点像慕斯状的 对不对 那针对敏感肌肤呢 它的设计其实就是 帮助我们精华和乳霜一起使用 它也是霜状的 也有慕斯质感 而且我们看起来会很油 对不对 对 你把它涂开 它会迅速地渗透 真的假的 对 那我们刚才有讲到的是 这个唇部有了 对不对 那面部护理完之后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颈部 颈部也要 当然 照女性的年龄 就会被自己的颈部和手部肌肤所处 老师 那颈部也是同样用一款乳液吗 没错 我们在用到我们的这个护肤品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步骤都应该带到我们的颈部 对 颈部 所以颈纹身的话 我觉得面部肌肤再紧致 都会出卖我们的年龄感 对不对 还有手部肌肤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最后一步了 就要做到我们的面部隔离 那我现在手上这一款就是 SPF有26 那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起到防晒的作用了 但是呢 它也同样是以 真的 对 所以说完全可以放心地使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隔离 非常润 对不对 对 针对敏感肌肤 我们涂抹的手法一定要轻柔了 对 一定要轻柔 那几乎是没有 对皮肤没有任何的拉扯 很轻的方法 而且老师是用无明纸哦 对 其实我们这一系列用下来 我们都是有镇静舒缓的作用 那可以看到 其实它用过的这一边 已经颜色开始简单了 对 慢慢地森定下来了 对 食物里面也有抗敏救星 我也不知道是有tomorrow耶 今天旅游卫视每一俏家人官方微博上网友的提问是 其实不同的肤色要选择不同的腮红 如果你的肤色是偏黄的呢 我就会建议你选择橘色调的腮红 就是比如说有橘色肉色或者肉粉色 如果你的肤色是偏白的呢 我就会建议你选择粉色调的腮红 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白心 那对于打法也有很关键哦 粉色系的腮红呢 我就建议以团式的打法呢打在苹果肌的上方 如果你选择橘色系的腮红 我就会建议你选择斜打湿的方式呢打在我们颧骨的下色 这样子让你的肤色更立体 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精致 那还有一步就是我们的手 哦 手也要 对 还有手 对 手部的肌肤是不能忽略的 刚才有讲顶部跟手部是出卖我们年龄讯号的一个最关键的两个地方 所以说现在我为它涂上双 所以春夏是用清爽款的 对 还是用经典的 经典款四季都可以使用 那涂抹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 其实均匀的涂抹就可以了 这边 你自己可以 我们自己可以跟我一起来做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 好 这样 涂抹完就在这里我教大家三个动作 因为我们说食指连心嘛 对 所以说第一呢是促进我们手部的血液循环 加强我们的这个德国小柑橘的护手霜成分羊柑橘 能够在手部达到一个更大的效果 第二个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对我们心脏有益处的 那就是双手 像里扣 对 像里扣 这样对心脏也好 对 对心脏非常好 而且可以激活我们这个手指间的一个血液循环 还有就是我们的双手的这个手侧外侧 这样子也要啊 对 然后还有就是双手轻轻握拳那一侧 没错 这三个动作 这也是抖白白肉 对 促进了这个循环 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 有一个非常好的调理 还不赖 对 其实可以看到手部肌肤跟脸部肌肤 好 这样就完成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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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像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有用的成分 其实有一些天然的食物 如果我们平时多吃的话 也是可以抗过敏的 比如说我们 我们常常用那个红枣来做菜嘛 对 补血啊 补气啊 其实红枣里面也有一种成分是可以帮助我们抗过敏的 还有就是像是蜂蜜 虽然是有一些像是燕子也是对蜂蜜过敏 但是如果我们本身不是对蜂蜜过敏的话呢 蜂蜜它是一个很好的抗过敏的天然成分 就算像粥 你是说你是拿来敷啊 对 所以其实也可以拿来内敷 对 那还有一些其实我们平常常常吃的蔬果 像是红萝卜里面的Beta胡萝卜素 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抗过敏的成分 还有我们大家吃火锅 非常爱吃的金针菇 对 金针菇除了我们知道可以瘦身 可以养盐 其实也是抗过敏的一个很好的材料 金针菇 是啊 就是那个C.O.T.M.R. 我们也叫C.O.T.M.R. 我们也叫C.O.T.M.R. 先这样把它吃下去 你也等到你那边看你还会看见 我们还是带照来看看呢 蒋亦老师要怎么样呢 用她的那个巧手带着我们一起来呢 抗过敏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呢 蒋亦的时尚主义 又来到蒋亦的时尚主义了 今天呢我要教大家做一个菜呢 是吃完之后可以抗过敏的 我们要煮一个金针菇沙拉 金针菇真的是非常的好 因为它里面有一种蛋白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抗过敏的 另外呢为了让我们的口感跟颜色看上去更好的话呢 我们就要加黄瓜 我们先把金针菇呢 在水里面稍微煮一下 煮烫一下 这时候呢我们在旁边准备了 这一锅呢只是普通的凉开水 那其实你在家里的话呢 最好是加一些冰块 用冰水的话让这个金针菇 刚刚煮烫过的金针菇呢 更快的让它降温 像金针菇这样呢 就可以让它不要再煮下去了 保持到鲜嫩的程度 好了 我们先让它放在水里面泡着没有关系 黄瓜要怎么处理呢 最简单 切丝就可以了 好 切丝切好了 那这么一点点就够了 OK 现在我们来调一个很简单的酱汁 我们要来切一些大蒜 我们用一勺半的酱油 或者你比较不想要那么鲜的话 一勺一勺 加一酱油之后加什么 酸酸的啊 醋嘛 用这个黑黑的层醋是最香的了 好 白糖呢我们如果用 刚才这个勺子呢大概用半勺 那么我们用小勺的话加两个 好 然后搅拌一下 等这个白糖呢充分地溶起 好 现在我们就把整个沙拉呢喝起来 把这个 酱汁我们扔在上面 哇 漂亮 非常简单 搅拌一下 那我们上菜了 上菜了 凉拌金针菇制作方法 将金针菇放入热水中滚熟 然后捞起放入冰水中待用 再将少量黄瓜切丝 大蒜切末待用 而后用一勺半生抽 一勺陈醋 两小勺白糖和蒜末调汁 最后将调好的酱汁 与金针菇黄瓜丝拌匀 一道可口又可以黄过敏的美食完成了 要不要切了 我们老师先来 你也太少了吧 这么不给面子 我可是拿给你一个认诚的 好吃好吃 好吃 而且它是抗过敏的 是 来 杨阳 吃一下 杨阳一定会捧场的 我知道 对 像这样子的这一个 所谓的食疗呢 其实都是简单易做 在我们美窍当中 我们都会教给大家 那这整盘就送给杨阳好了 好 谢谢我们的蒋宜老师 谢谢我们的亥宜老师 谢谢 谢谢 均衡营养 精彩人生 各位亲爱的姐妹们 今天在我们 由营养与体重的管理专家 康宝来所独家冠名播出的 《美丽翘家人》里面 教大家怎么样从保养 从护肤 从脸一直到手 还有可以利用食疗的方法 让你的肌肤更健康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回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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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所有的什么美白啦 抗老啦保养之前 一定要先谈 这一个保养步骤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就是洗脸洗面奶 你都没有在哪里 他在想干什么的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